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夫人 您的朋友还没到啊 夫人 您的菜全齐了 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事了 你们可以下去了 谢谢 谢谢夫人 四哥 人家的云片糕 我一天只是一口也都快吃光了 怎么还不出现呢 夫人 这些菜您都满意吗 有什么事吗 夫人的品味非同凡响啊 这几天来多谢夫人的会顾 本店的鱼翅海参 都为夫人做菜用完了 所以 所以请夫人把这几天的账给结了 你干什么 你以为我是那种赖账的人吗 小小的数目还那么紧张 夫人 这几天的账数目不小啊 是吗 夫人 您不信可以随在下 到前面柜台看一下 鹿蓉半斤 海湖鱼翅五金 鹿鱼翅十枝 顶其大鲍鱼二十枝 这叫过那么多东西啊 夫人 本店终成待客 通所无尽 通所无欺啊 好了好了 我又没说我不负 老板 这儿对红花会 能不能有特别优惠啊 我身上的名字 搞好用得七七八八的 能不能 夫人 你不要跟老夫开玩笑 必定是辛苦经历 多开 展开展开展开 老爷你请 再请 老板 您先给我送两瓶上好的女儿红 到荣宝寨罗老爷那儿去 如果你有我结账 你就照着办吧 啊 上次猜解你一笔不易之财 还是学不乖 真是自作念 这一次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们是送酒来的 你们店的客人认识我们家老爷呢 不知道不知道 这酒重着呢 快点吧 啊 进来进来 来 这边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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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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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中了, 快中了 快中了, 快中了 这些小团人哪能难倒我 你 快来人哪 抓贼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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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闪了 大声 抓贼呀 ggak上呀 好, 走 你们这是废物 终于我起来 快起来 快起来 快抓住他们 起来呀 十四弟 你也真是的 既然来了 干吗不早点出手呢 区区十数个护院 怎会难倒我们的鸳鸯 到落冰呢 小弟不过 想让四嫂大展身手 打个痛快吧 没想到四嫂却狼狈 我要不是要紧 我还以为金笛秀才能 只擅长音律诗文 想不到是金鱼冷言冷语 冷言鸡讽 岂敢岂敢 于同对四嫂 教训土豪奸商之举 实在亲近不已 怎么敢挖挖呢 不过 不过怎么了 四嫂禁恶逞奸理所当然 可是 这十天一大逞 八天一小戒 是不是多了点 我想四嫂最近是不是又当了豪客了 你少管我 你呀最好是管管你这张嘴 你要是得罪我 小心你的东西 不愧是神偷洛言通的女儿 不过小弟身无长袜 没什么可偷的 你那个金笛就已经价值不菲了 你要是喜欢 一句话 于同马上奉上 有罪话说 十四嫂 要是多花点心思在姑娘家身上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孤家寡人一个了 像文四哥一样 我看还是不必了 我还是喜欢逍遥自在地生活 看你这个模样啊 就铁定没有姑娘会喜欢了 是吗 这个牧场 怕 лег感 伯父 merce classical 它真好羞 Audio 富翼 在外贵中 我还是长得好兴师 你 米妇长人也好 Cons ты rimin 来 来 来 吴 紦 匡 客官 入宿 买上 买上 还是没有四哥的消息啊 对 不好 他们可能遇上麻烦了 我们得赶去看看 红花会反贼 本官让你们知道 反对朝廷与蜻蜓为敌 你们将死无权势 张照忠 我们兄弟黑无常 白无常 早就是鬼门关上的常客了 致生死于多岸 好 那就休怪本官手下无情了 给我上 快 来 你 来 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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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谁 武当派 马针 原来你是失职 是数 浩瀚不吃眼前辉 快走 不要追 穷寇莫追 铲除红花会指日可待 到时将他们一网打尽 十三弟 医生的不亲 要好好地休养才行 我已经给四哥留下了记号 如果他来 一定会找到我们 麻烦你 希望四哥能够得到通知 你每遇上敌人寡不敌众 四哥一双奔雷手 我相信张召忠 一定不是他的对手 话虽如此 但还需谨慎为上 师子弟 那个张召忠 到底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他真的是你师叔吗 我曾听师父说过 他的师弟张召忠 为人心高气傲 因为得不到掌门之位 又不愿干居人下 所以离开武当 投靠清廷 希望干一番大事 真是个不分 青红皂白的狗贼 被名利冲昏了头 清廷就看准了他这一点 以高官厚禄 引诱他为清廷卖命 自古邪就不能胜正 只要我们尚存一口气 就绝不能让他得逞 但是张召忠的武功 深不可测 不好对付 大家定要加倍小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我看你 红花慧的误通消息 只有我们帮的人 我早已有外遗帮主是被内奸所杀 你究竟是谁 快把余万婷的遗物交出来 我或者可以留你一个权势 有本事来拿 你究竟是谁 误会 哼 馨叶 你可以起来了 看你的气色还真不错 我现在根本就没事了 现在连老虎都能打 你喜欢下棋啊 不是我 是我家少爷 我跟你说 我家少爷的棋啊 敢说第二了 就没人敢说第一了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常常对着 这样的一盘残棋发呆 所以我想帮帮看看 看能不能有什么破解 这盘残棋的方法 这盘棋不难破 不难 怎么可能呢 我少爷常常对着他 正没苦思的 你家少爷苦思的 并不是破解之法 争的不是输赢 他是把自己心念心思 寄情在棋局那里的意境 意境 什么意思啊 这盘棋局很有意思 这个名堂你知不知道 我看满天云不动 我看满天云不动 不懂啊 易子落盘 整个棋局都有所改变 意境也都不同了 还是不明白 你不懂 你少爷就会懂了 其实啊 与其我看满天云不动 不如一抹长风万里空 来得更自在 我 我还是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不过 你好像比我还了解我少爷了 这当然了 你每天把你少爷挂在嘴边 跟你聊天啊 就好像跟你少爷说话一样 我少爷啊 是我最崇拜最仰慕的人了 我要是有他一半的本事 我就心满意足了 姐姐 你的服装挺特别的 我可不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啊 翠玉黄山霍青铜 哥 从我妹妹这身打扮上 你就该猜出她是谁了 原来翠玉黄山就是你呀 天山双阴的徒弟 你认识我师父 我家少爷就是那个天池怪客 袁世霄 袁大侠的徒弟啊 难怪我见到第一眼的时候 就觉得你特别亲切 原来大家有冤冤的 不是冤 是冤 冤家的冤 不是 天山双阴对我少爷很好的 而且我们还为雪雕前辈祝贺 而且啊 雪雕前辈 还送我少爷连心结呢 看来你少爷一定有过人之处 能够让我师母另眼相看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拜访一下你的少爷 陈家路 我少爷就叫陈家路 我保证你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反正我的伤也没有什么大事 不如我们现在就去找我家少爷吧 今天恐怕不行了 赵慧将军来了 说是现在要见你 一定要见母 一定要见你本人 这个赵慧将军 到底什么心思 一听这个名字 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 姐姐 你千万要小心啊 我知道了 我就会一会他吧 哥 麻烦你帮我送心眼回去 免得他少爷担心 好 姐姐 我和少爷等你来 赵慧将军 李大人 霍姑娘 不必多礼 请坐 走 霍姑娘果然是胆色过人哪 担刀附惠 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有礼走遍天下 两位是朝廷的大将军 相信行事不会使用小人手段 霍青铜有什么好怕的 你带领族人公然对抗朝廷 想要不缴纳赴税 难道你不怕本将军 置你应有之罪吗 我早已说了 霍青铜和我的族人 讲的准是一个礼字 凡我大清子民都要缴纳赴税 这是我大清的利率 如果你胆敢违抗朝廷 不服管制 那本将军就要把这件事 禀明圣上 到时候后果怎么样 你可不要后悔呀 赵惠将军 如果你将这件事情 禀明皇上的话 皇上就会知道 你这人浩大喜功 私增税相 令我的族人没有力量 上脚增加的羊马 皇上不会不顾百姓死活 我相信 到时候要后悔的 绝不是霍青铜和我的族人